这是一场发生于公元前91年的乾谷冤案 多亲连者 上至皇后太子 下至普通平民 多达数十万 如此屠戮骨肉 震动国本的冤案 实属罕见 同时 韩无敌已是65岁的老人 十分担心自己被人所害 一个名叫江冲的大臣 惧怕无敌百年之后 太子当机于己不利 便狗献太子以谷谷之术 祸害无敌 最终 太子被迫出逃 自一而死 皇后为子夫受到牵连 也自尽身亡 无故之后 所牵连者 上至皇后太子 下至普通平民 多达数十万